大家好 現在觀眾的病毒疫情已經過了底浪 好像現在大家都可以出來逛街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今天香港導科基金會 特別安排了一個網上的講座 讓我們能夠在很多角度看一看 在疫情下認識中風 除了講中風的前因後果 即是我們未有病的時候 應該是怎樣防止中風 到有了病之後 就怎樣來處理 之後就會說到中風的分類 還有中風 什麼叫做小中風 最後就會講 觀眾病毒是怎樣影響中風 今天為我們主講的是劉俊基醫生 劉醫生是出淚拔水的 老科醫學人才 早年在港大醫科畢業 而近年更加獲得 英國牛津大學 臨床神經學的病博士 現在任職在港大醫學院 和馬里醫院的老神經老科的助理教授 劉醫生曾經發表超過100篇 研究中風的文章和書章 證實了臨床研究和教學的卓越成就 並且還獲得很多獎項 他也是中風基金會的其中一位董事 同時還是香港福康會 和中風自助組織新建社的榮越顧問 一會兒在劉醫生演講的時候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你們可以在Facebook打進來 劉醫生就會在最低的時間 盡量回答覆你 現在我請你劉醫生 謝謝劉醫生 大家好 也多謝香港老科基金會邀請 歡迎大家來到這次的講座 關於中風的 為什麼我們今天選擇了這個話題呢? 其實中風隨著人口的老化 以及我們的環境和飲食等等的轉變 其實世界衛生組織都有些顯示 其實現在有些數據 每四位的成人就有一位有機會有中風 而中風現在就是全球第二號的殺手 也都在國內中國來說是一個頭號的殺手 有三位三分之一的中風患者 會有機會有中度至嚴重的殘疾 也都略有五分之一的中風看防者 有機會有這個認知障礙症 在講解多少少關於中風的醫療知識之前 我都會講多少少關於腦部的結構 其實這裡是一個磁力共振 你看到前面的鼻子 其實腦部分開幾個大部分的位置 有大腦、腦幹和小腦 這幾部分都是負責協調和控制身體各種各樣的機能 包括動動我們的手腳、臉部、說話、語言、吞煙、看東西、認知 控制我們的呼吸、心跳等等 當然一個這麼重要的器官 亦都需要很多血液的供應和養份的供應 這個圖片大家看到 其實我們的心臟經過大動物 經過頸部有幾條大動物去供應腦部 在前頸部有兩條頸部的動物 在頸椎後面也有兩條頸椎的動物 去到牢內也有牢內的動物 這些都是負責供應腦部的主要動物 如何為之中風呢? 中風的定義是我們的血管受到阻塞 或者有些爆裂導致腦組織缺氧 導致腦細胞壞死 這就是中風的定義 中風常見的症狀 多數症狀都是非常突然的 而視乎腦部哪個位置受到損傷 就會有某類型的病症 例如常見的就是突然間一邊身 包括手、腳或臉部沒有來 麻痺或失去知覺 說話不清楚或表達有困難 突然間覺得很頭暈 尤其是天旋地轉那麼穩 手腳不協調或步伐不穩 亦都可以突然間失去了局部的視力 或者視覺出現重影 亦或者可以很突然間劇烈地頭痛 這些都是中風常見的症狀 多數都是非常之突然而起的 中風分兩大類 八成的中風或個案都是屬於一個缺血性的中風 換句話說腦部的血管受到一些阻塞 可能是一些觸陽硬化 或者是一些血栓塞住了血管 導致腦部不夠養分 不夠養分去到 導致有個缺血性中風的情況 亦都有百分之二十個百分之二十的人士 是屬於一個出血性的中風 腦部因為某些原因 血管可能就出了事 導致腦出血 延續稱這個就叫做爆血管 現在就說一些常見的中風 導致中風的風險因素 導致缺血性中風的風險因素 包括 年紀大 高血壓 膽固常膏 糖尿病 肥胖 這些都是有機會破壞到 我們血管內膜 或者導致一個觸陽硬化的風險因素 當然不健康的飲食 高血壓 高鹽分 有機會導致高血壓 高脂 即導致蛋糕唇膏 高糖分 有機會導致糖尿病 缺乏梳果 這些都是有機會導致缺血性中風的因素 食煙 心防戰凍 以及睡眠窒息症 這些都是有機會導致缺血性中風的 那為何睡眠窒息症和中風有關呢 睡眠窒息症很多時候 我們的病患者 體重或者身形比較肥胖 他們很多時候都有機會有三高 睡覺的時候都挺重的避寒聲的 起床就往往睡眠質素很差 所以起床的時候感覺上好像沒有睡覺 日休息的時候很有汗睡的感覺 但他們半夜的時候 他們睡覺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吸不到氣的感覺 而去到這樣的時候 就突然間血壓就會飆升 這個時候其實就會導致 沒有機會損害那些血管 長期來說也有機會導致缺血性中風 或者出血性中風 那甚麼是心防戰凍呢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心臟的心律都是很規律的 好像拍子機一樣 一下一下很規律的 你看到在上高的圖 這個就是心電圖 你看到就一下一下很規律的 但是心防戰凍 他們的心跳就不規律 時快時慢 我經常跟病人說 其實就有個比喻 就好像家裡的攪拌機一樣 如果我們按住一個鈕一個頻率 這樣就很多時候 攪拌機調出來的 其實就會很均勻 但是如果我們用不同的頻率 一時按一下一字 四字二字三字等等 攪拌機出來的 很多時候就會出一些渣 或者抱 但是如果心防 即是這樣的情況 一時跳得快 跳得慢 也會導致很有機會 有這個血栓形成 血栓形成了 在心防的時候 如果他們去到身體不同的地方 可以包括腦部 手部 腳部 或者身體不同的器官 都會有機會堵住這些器官 或者這些血管 如果塞住了 供應腦部的血管 也會導致這個中風 也很多時候會引致一些較為嚴重的中風 所以大家都要認識這個心防戰動 尤其是上了年紀 現在越來越多人有這個病 也是導致中風的一個重要的風險因素 其他較為少見的風險因素 就是導致血栓性中風 包括 比如說血管的撕裂 在年輕人的這個比例就會多些 有什麼會導致血管撕裂呢 比如說一些劇烈性的運動 可能導致項部的創傷 導致血管 尤其是項部血管的內膜 撕裂了出來 如是者會導致血液流通不暢順 導致血栓形成 如是者會導致中風 其他的因素導致血管撕裂 比如有些人去做一些項部按摩 尤其是白頸 這些都是有機會導致血管撕裂的 有些病人 他們可能因為某些原因 常見的就是 比如說頭項部的腫瘤 需要一些放射治療 尤其是以前 很多年前 他們很多時都需要一個大幅度的放射治療 往往都有機會傷害到項部的動物 傷害了項部的動物 我們一般人的項部或動物的內皮細胞 都是有保護性的 但是因為接受放射治療 內皮細胞失去了保護性的功效 於是者會容易 項動物便肥厚 亦都有機會導致中風 其他一些導致血血性中風 較為少見的風險因素 包括血管炎 有部分病人有可能有其他的類風濕病 或者一些病是可能導致 或者是一個原發性的血管炎 心內膜炎 或者他們本身有些血液的病變 導致容易有一個血塊的形成 有些人可能用過一些非法的藥物 這些情況也有機會導致血管 腦部的血管或者心臟的血管 突然間收窄 導致中風或者心臟病發 講一下一個導致出血性中風的風險因素 同樣上了年紀 我們很多時候各樣的機能 包括腦部的血管都會慢慢衰退 除了容易濕 也容易脆弱一點 也容易出血的情況 當然高血壓 上了年紀 尤其是有部分人有認知障礙症 大腦也有澱粉釀的血管病變 這也是有機會導致出血性中風的 當然其他腦部血管的病變 包括有血管瘤的 或者一些腦動靜脈的畸形 腦腫瘤 這些都是有機會導致出血性中風的 有些病人用抗血小板藥 或者一些抗型血藥 俗稱薄血藥 都帶有一個小的機會 因為身體全身的血 被一般人都會稀了薄了 所以整身流血的機會 相對比一般人沒有服用抗血小板藥 或者抗型血藥 流血的機會 包括腦部出血的機會 相對都會大了少少 其他病可能導致血液的問題 比如說有些血科的病 或者有些嚴重的肝硬化等等 他們可能血都會有機會稀一些 都有機會導致出血性中風的 同樣非發藥物的使用 因為他用了這些藥 可能突然間血壓飆升得很高 都可以導致一些血管的破裂 損傷都可以有機會導致出血性中風的 你們可能會問 現在新冠肺炎有沒有機會引發中風? 其實幾個月前 在一些新冠肺炎比較多的國家 美國、歐洲等等 他們都發表過一些文章 發現到有些部分病人入院的原因是中風 但後期也同步發現到有新冠肺炎 所以就引起科學家想法 其實兩者有沒有關係呢? 其實都是一些很近期的研究 看到其實這個新冠肺炎 其實是可以導致血管內皮細胞感染 或者發炎的 新冠肺炎是有機會影響血型的研究機制 所以其實兩者是有機會 新冠肺炎是有機會引發中風的 但慶幸我們香港 因為多得香港人 大家不要過路保持社交距離 勤洗手和戴口罩 其實我們現在的新冠肺炎 在全球來說都屬於少 我們暫時未見到 病人同步有新冠肺炎和中風 雖然現在的新冠肺炎 稍微控制下來少少 但我們都呼籲大家 繼續勤洗手、戴口罩 以及保持社交距離 講到中風和小中風的分別 很多人都會聽過小中風這個字 但其實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中風和小中風其實兩個都是因為 腦部或者眼部 他們都是缺乏了血 缺血或者出血了 而失去了他們的腦部或者視覺功能 導致病症很快地出現 分別就是中風的病症會多於24小時 因為腦細胞有永久性的損傷 但回到小中風的病症會多數幾分鐘內 幾個小時內就會消失 因為缺血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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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快血管就會通回 腦部或者眼部恢復血液的供應 所以病症很快就會消失 但不要小看小中風 因為其實很多人因為小中風 可能因為病症很短暫 而沒有即時或者很短時間去看醫生 但其實都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找出 導致小中風的源頭 包括剛才我們講解 風險因素 血壓高、膽固醇糖尿 心房漸痛等等 其實如果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 三個月內 約有兩成的病人有機會再中風 而這些中風有時候都可以挺嚴重 我們醫生其實是怎樣去診斷中風的呢 當然都是要透過一個問診 問一些病歷和身體檢查 剛才都講解了 常見一些中風病人有的病症 但其實都有很多病 他們的病症和中風都接近的 但是可能經過問病症之後 和身體檢查 可能最終診斷就不是中風的 譬如說一些頸椎的退化 壓住神經 都可以導致手或腳的麻痺 無力 有些病人可能因為面部神經線 第七條神經線受到感染 亦都可以因為病毒的感染 都可以導致面癱症的情況 天旋地轉、頭暈 當然有其他的問題 比如說耳水不平衡等等 都可以導致頭暈等等 所以醫生都是透過詳細的問定力和檢查 去看看是否中風 當然不少一些腦部的掃描 腦部的掃描 香港來講 第一線的或者作出中風診斷的掃描 往往都是一些腦部的電腦掃描 英文就是CT 當然在很多有急症室的醫院 都有電腦掃描 照的時間都相當短 而且都可以很快 尤其是病症是最近出現的 亦都可以很快識別出 病者是否出血性的中風 你看看下面這三個圖 你會見到最左邊 病者做電腦掃描要躺在這裏 左邊這幅 你會見到黑色的位置 就是有缺血性中風的病人 腦部因為有血管塞住了 導致血管 導致血去不到應該去的地方 所以腦細胞壞死 導致你見到黑了的現象 導致中間的圖片 你會見到白色一塊 病者有出血性中風 你看到有一灘血在這裏 我們做電腦掃描 亦都可以打點顯影劑 看看血管的情況 有沒有血管有塞 或者有其他血管瘤 血管基盈等等 其他基本檢查 往往包括一些血液的檢查 醫生會看病者的血色素 血小板、血凝固的能力等等 因為都可以幫助醫生看到 有沒有貧血的情況 或者病者有沒有出血的傾向 或者他們有沒有容易有血栓的傾向 肝腎功能都非常重要 不少人因為有其他長期病患的 血壓膏、膽固醇膏等等 都有機會影響肝腎 肝腎功能對醫生用藥的調教 用藥的份量都非常重要 當然剛才提到血糖和膽固醇 這些都是導致缺血性中風的風險因素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抽血 看回血糖和膽固醇的情況 很多時候走不了 就是一些心電圖 因為都想看有沒有心房戰動 而導致中風 也有小部分病人 他們可能都有心肌感失的情況 和中風是同時出現的 當然這個機會是低的 但是心電圖都可以幫到手 看看有沒有這兩個病 同時出現的可能性 其他檢查 當然如果醫生想進一步 看回腦部的健康 我們可能會安排一個磁力共振 我們往往都想看回 公認腦部的血管的健康 所以都會安排一些超聲波 看回血管的健康 或者一些電腦掃描 磁力共振的血管造影等等 很多時候也都需要進一步 評估心臟的健康 可能會安排一些心臟的超聲波 或者一些動態 或者深田圖的監察等等 接下來都會逐一介紹 這些檢查是甚麼來的呢 如何安排呢 這個圖片 你看到我們在做頸動物的超聲波 病患者很多時候躺在這裏 在頸部會塗啫喱 醫生或者護士 就會拿著一個超聲波 在頸上滑下滑下滑下 我們看到頸動物 這是一個很健康的頸動物 你看到血是很暢順的 但是在右上角這幅圖 你看到這裏有些收窄的情況 因為都是一些觸陽硬化 導致血流有些問題 我們也可以透過超聲波 看看血流 除了有沒有一些結構上的問題 一些斑塊等等 觸陽硬化 也可以看回血流的速度 如果它是塞得很厲害的 血流的速度可能變得很快 或者很慢 這也會顯示到血管的健康 同樣我們也可以透過超聲波 看看顳內動物的健康狀況 透過頭骨 一個較薄的位置 同樣都是塗啫喱 有一個超聲波 我們照一照 透過超聲波的技巧 看看顳內血管的健康 也可以量度速度 而反映有沒有一些病變 包括一些阻塞等等 很多時候 中風患者 醫生有機會安排磁力共振 因為電腦掃描有限制 雖然可以很快安排到 但一些較為小的中風 有時候電腦掃描的解像度 未必那麼好 所以要靠磁力共振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有些很小的中風 而電腦掃描看不到 當然磁力共振 也可以看到 給我們一些不同的資訊 關於腦部的健康 很多時候 似乎有需要性 可以同步安排一些腦的血管圖 看看供應腦部血管 沒有什麼特別的病變等等 這裡有一個圖表 很快簡介一下電腦掃描 即是CT和磁力共振 兩者的分別 剛才說了電腦掃描 其實可以很快地安排到 因為掃描時間非常快 多數五分鐘內就可以做完 但磁力共振 因為照的時間相對是長一點的 平均都要差不多半小時 所以可以提供性 就會補電腦掃描這麼快 很多時候在公立醫院 都要有輪候時間 有部分患者可能會選擇去私家做掃描 但費用相對比電腦掃描 就會昂貴一點 平均在私家來說 六千至八千元左右 兩者磁力共振 看大腦的狀況和健康 稍為資訊或資料會豐富一點 兩者亦可以透過打顯影劑 看看血管的健康 很多病人會問 磁力共振有沒有這個輻射 磁力共振就沒有這個輻射 有什麼情況是不適宜 做電腦掃描或磁力共振的呢 一般來說 電腦掃描大多數人都可以做到的 除非他需要打顯影劑 如果他本身是一個 有嚴重腎功能有問題的病患者 可能就不太適宜打顯影劑 磁力共振又有什麼情況是不能做的呢 有些人是有起薄器 很多時起薄器和磁力共振會有相沖 未必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當然隨著時間 現在我們都有多了些起薄器 可以入磁力共振的 有部份人因為最近做過手術 或者身體有一些金屬的物質 例如換過膠有心反等等 似乎這個情況 未必每一個都可以做到磁力共振的 有些人有這個優備恐懼症 因為如果去到一個磁力共振 去到一個較為長的時間 可能他們都會有點害怕或者緊張 這樣呢 雖然醫生可以安排服用 或者注射一些震靈劑 但未必每一個病人都可以做到磁力共振 同樣 如果病人是有需要打顯影劑 如果他有一個嚴重的腎功能有問題 也都未必適合打顯影劑 其他的血管造影 就是剛才提到一些超聲波 電腦素描、磁力共振 這些都是屬於一些非創傷性的血管造影 因為都是透過超聲波 或者一個注射入的靜物 都可以看到反映到這個血管的健康 但有部份病人 他們需要一個很準確的血管造影 可能是因為他需要臨做手術 需要做一些評估 或者可能做一些取生的手術 醫生需要知道血管的健康狀況是怎樣的 需要做到一些血管造影 這個情況跟剛才提到的電腦素描 或者磁力共振的血管造影有些不同 往往需要一些局部麻醉 或者全身麻醉 亦需要一個導管穿刺 透過大腿的大動脈 或者是有些心臟科製造的心臟血管造影 他們可能透過手腕的大動脈 這樣就有這個穿刺 透過這個導管一路捐上去 去到腦部血管附近注射一些顯影劑 而透過X光再拍照 看看腦部血管的健康是怎樣的 當然因為這個是透過穿刺 穿刺這個動脈 都帶來一些小的風險 包括少部份人有嚴重的風險 亦都不是經常需要安排 剛才也說了 多數是一些特殊的情況 可能需要安排做手術 或者電腦素描 或者磁力共振 是看不到血管的病變 但醫生是很懷疑血管有些問題 都是需要安排一個血管造影 情況就有機會安排到剛才這個檢查 心臟超升波 其實都幾常在中風的患者有機會安排 因為剛才都講解了 其實心臟連接著頸動脈到腦部 所以如果心臟有問題 都可以影響腦部 當然心臟超升波 同樣會透過在胸口附近 會塗些啫喱 醫生或護士拿著超升波 可以看回心臟結構和功能 亦都可以透過超升波 幫助診斷有沒有心臟病變 或者一些先天性的缺陷 這些有部份人 亦都可以導致中風的源頭 講到一些動態心臟圖的監測 這樣就有什麼情況會安排呢? 一般我們醫院安排的心臟圖 一般來說都是十秒鐘左右 但如果醫生是擔心 可能病患者有心膀戰動或者心律不正 可能那些心膀戰動或者心律不正 是有機會導致缺血性中風的 亦都可以間歇性的 未必是在十秒鐘的心臟圖看到出來的 那些情況醫生可能會安排 病患者背著一部機 可能有幾個貼紙 一直錄病患者的心跳 平均來說一般會看一天 但有需要的情況都可以看七天或以上 以往很多時傳統的動態心電圖 都有很多這些電線 隨著科技的改進 其實現在尤其是私家 有幾方便的動態心電圖 一塊貼紙加一條電線就可以了 亦都可以做這個心電圖的時候 動態的心電圖 可以透過注射一些血栓的溶解劑 希望如果有血栓 塞住了血管的動物 希望可以通回血管 救回一些未缺血 亦都未壞死的腦細胞 而減少中風帶來的殘疾 和死亡的機會 留意了 因為熔山治療 必須在發病內的4.5小時內 病患者需要接受這個治療 亦都過了這個時候 風險亦都會超過 帶來的效果 或者好處 所以都需要4.5小時內 接受這個治療 始終這些都是一些很強的 你可以說一些薄血藥 因為它都有機會打通血管 所以都帶來一些流血的機會 有7%的患者 或者有腦出血的機會 亦都有機會在其他身體 其他地方有流血的機會 其他缺血性中風 一些急性的治療 亦都包括一些血管介入 動物的取山術 剛才說了一些注射性的熔山治療 但我們同樣都可以透過 一個血管介入的動物取山術 希望可以吸走或撈走 那些失去血管的血栓 亦都希望可以救回一些未缺血 亦都未壞死的老細胞 減低中風後帶來的殘疾 和死亡的機會 但同樣都是要快的 因為如果病患者 需要病患者 6小時內接受這個治療 亦都不是每一個病患者 缺血性中風患者 是可以適合做這個治療的 醫生都要透過評估 看病者的需要性 和合不合乎 看路素描 血管圖 看看是否有一個大的血管 塞住了 是否這個血管 因為始終都是透過手術 都是帶來一些部分的風險 所以都要看病患者 是否真的適合才會安排這個治療 這幅圖亦都講解了取山術是怎樣做 譬如你看到左手邊這幅圖 我們透過這個血管造影 我們打了一些顯影劑或者一些藥水 你看到前面這條血管很暢順 血流非常好 但去到中間這個位置突然間斷了 血流不到 原因是有個血栓塞住了 但如果我們將導管再放入少少 再擠些藥水 你看到外面或外圍的血管是健全的 唯獨這個位置就是塞住了地方 我們透過取山導管 我們可以打開這個枝架 撈出這些髒東西或者這些血栓 這樣繼續再帶點藥水 你就看到它就通了 這個就是取山術藥量是怎樣去進行 講到出血性中風 出血性中風有什麼急性治療呢 很多時候出血性中風的病人來到血壓都相當高 我們就要控制血壓 如果病患者有這個血型故的問題 我們有機會幫他輸一些血漿 這些都會減少他的腦子繼續出血的機會 我們也都需要找出他出血性中風的原因 他是不是本身有些 譬如說血管扭 或者血管K型 如果有這個問題 也有需要找外科醫生 就有機會幫他處理 減少這個再出血的機會 很多病人家屬都會問 需要不需要拿走血塊的 腦出血 有血在這裡 有需要拿出來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因為要看血腫的大小 位置 他本身有沒有其他病發症等等 才考慮有沒有需要安排外科的手術 始終因為這些外科手術 都是帶有風險的 也都未必每一個病人都適合 所以都要看回個別的情況 有時候做了手術 可能得益沒有那麼大 或者做完之後 亦都可能比做之前更差 所以都要看回病者的需要 亦都不是每一個病人 就是腦出血都有機會 或者有需要做外科的手術 那些患者也都問 那血在這裡怎麼辦 其實就流了血 其實跟我們一般來說 好像我們撞傷一樣 如果我們手腳撞瘀了 其實身體隨著時間都會吸收這些乳血 所以就不是每一個病人 都需要拿走這些乳血 我們英文有一句 Time is brain 因為其實我們中了風之後 其實都需要爭奪每一分每一秒 因為隨著時間 其實就有研究顯示過 缺血性中風的患者 如果他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 每一分鐘有多達190萬的腦神經細胞 是有機會受損的 這是相當驚人 相當大的數目 我們有一個口缺 就是常常會教我們的病人 或者大眾 譚笑用兵 譚就表示這些都是一些 剛才講解了一些常導致中風的 或者一些中風患者常見的病症 譚就是剛才講了 例如說病者有機會扭你 或者表達能力有困難 詞不達意等等 笑起來有機會 或者面部表情不一致 可能有這個歪臉 一邊臉扭了下來 融起來一邊手或腳沒有力 這個時候就要叫救兵 立即打狗狗去求救 這樣 也講回新冠肺炎怎樣影響中風 我們早前都報道過 其實我們都見到 在這個新冠肺炎下 有急性中風的患者 都被新冠肺炎之前的情況 他們都延遲求醫約了一個小時 也都差不多一半的人 就錯過了黃金的4.5小時 當然我們當然明白 在這個疫症下 很多患者都不太想去醫院 但是在中風來說 其實這個要立即處理 也要立即找出原因 因為剛才都說了 如果沒有處理好 其實是有機會帶來一些長期的創傷等等 我們這個研究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最近看過公立醫院 尤其是瑪麗醫院 尤其是瑪麗醫院 他們有疫症下 今年1至3月 他們有中風患者經過急症室 他們由病發到醫院需求的時間 比起去年同期的時間 差不多 平均來說 遲了一個小時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 而比起去年 其實我們今年1至3月的時候 差不多有少了20%的人 他們在4.5小時內到達醫院 也看到有少了病人 是去求醫的 也是擔心的這些數字 再提提大家 因為如果有權性中風 每一分鐘如果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 有多達190萬的老成經細胞 是有機會受損的 大家要記住 這個口號 譚少傭兵 有這些情況 就不要想太多了 立即打狗狗狗 很多患者有機會 想著 沒什麼的 可能睡過覺 起床就沒事了 或者看看第二早上怎樣 可能因為半夜 都不太方便 但因為 其實如果沒有處理好的 老細胞一落壞死 其實可以帶來幾嚴重的後果 可能回到後又會問 在新冠肺炎下 醫院的服務又怎樣 有沒有問題 可能照顧新冠肺炎病人 照顧中風患者的服務 有沒有影響 好消息就是 其實雖然病患者 比一年前遲了來到醫院 但是我們在公立醫院 醫療體系其實我們隨著時間 都是越來越有效率的 而病患者去到醫院的時候 接受溶沙治療所需的時間 亦比往年越來越快 所以我們沒有被新冠肺炎 影響到服務 接下來就會講解一下 有什麼措施 可以預防復發性的缺血性中風 首先會講解一些藥物的治療 很多病人有缺血性中風 多多少少都很大機會 都會服用抗血小板的藥 常見的藥物就包括一些 比如說阿士匹林、泡麗斯 主要的作用就是 希望令到血稀少少 令到血小板沒有那麼容易黏在一起 而減少血栓的形成 減少他們的實住血管 而導致減少中風 再次缺血性中風的機會 很多時候醫生會建議 服用抗血小板藥 要飽肚食 有很大機會配上一些胃藥 因為常見的副作用 就包括一些腸胃的不舒服 有部分人有機會流血 因為服用了一些抗血小板藥 身體比一般人沒有服用 抗血小板藥 那些血一定會稀少少 所以會容易一些 撞傷的時候會容易一些魚 刷牙的時候有機會流血 鼻血等等 這個機會比之前都會相對大了少少 其他不少病患者也會聽過一些薄血藥 這個有什麼情況會有機會用的呢 主要就是有些病患者 如果他們有缺血性中風 而他們的源頭是一個深防戰動 我們現在都知道抗血小板藥 其實預防一些深防戰動有關的中風 其實效用都挺低的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如果看到有深防戰動 醫生很多時候都會建議用一些薄血藥 而減低再中風的機會 而有顯示是服用薄血藥 有機會將這個再中風的機會 或者由你這個深防戰動 引起中風的機會大大會減少六成 很多人就會認識華法林 用了很久很久的薄血藥 不少人也會聽見一些新類型的薄血藥 現在就有四款這麼多 很多人會問 新和舊有什麼分別 新的有什麼好處 我們都知道舊的薄血藥 當然用了薄血藥 其實一個目標就會令到身體的血液 會稀一點 希望減少中風的機會 但是因為血液就稀了 所以身體流血的機會 包括剛才說到皮、內臟、腦部 其實比一般人沒有服用這些藥 機會也會相對大了 但是新型薄血藥 這個機會也會低些 比舊的薄血藥也會低了 舊的薄血藥 很多時候需要抽血去驗薄血指數 然後看看薄血指數是否到位 是否對 太低的就表示藥物效應不夠 容易有血栓形成 太高也會導致出血 但是新型的薄血藥 沒有需要定期抽血去檢查薄血指數 舊的薄血藥很多人都會認識 醫生就會說要看營養師 建議吃薄血餐單 有很多東西不能吃等等 但是新型的薄血藥的好處 就是和食物少很多這些衝突 亦都和藥物少很多這些衝突 亦都往往有權益性中風的人 都有機會服用這些鋼蛋會純藥 常見的就是一些他丁 現在有部分病人可能也會認識 有些叫PCSK9的抑制劑 主要服用這些藥 希望降低壞的蛋糊唇 減少再中風 缺血性中風的機會 有些病人會問到 我蛋糊唇都沒事 為何要服用蛋糊唇藥 原因是這些降蛋糊唇藥 不只是降血脂那麼簡單 其實它都有保護血管的作用 一般來說 我們都希望缺血性中風的患者 尤其是如果它本身有觸藥硬化的 低密度的蛋糊唇就越低越好 最好低於1.8% 這些除了藥物 都有機會安排手術的治療 主要是如果腦部有中風 而有條血管塞住了 都有機會安排動物的內膜切除術 或者放在這個枝架等等 一些常見的病發症 中風後一些常見的病發症 包括感染、肺部、尿道、疼痛、 認知障礙症等等 中風後的復康過程 我們除了醫護人員、醫生、護士 其實都不少得一些其他治療師 物理治療、職業治療、 社工、營養師、中醫、臨床心理學家等等 因為病患者都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透過一個團隊 希望可以幫到病患者不同的需要 在這裡也說一下 剛才之前的圖片 其實中風患者經過了急性醫院 一個復康的醫院 很多時候都會去到社區 去做一些復康 除了醫管局提供的復康 政府或者香港都有很多不同的機構 可以安排幫助中風患者 例如復康會 都有不同的服務 給長者或者中風患者 有興趣的或者想了解更多的病人 或者聽眾 其實都可以透過復康會的網址 了解更多一些 這些都是他們幫助中風患者的計劃 很快就講解一下 香港大學也有一個計劃叫風起航 主要我們都明白到或者了解到 其實中風患者 除了患者本身的家庭的影響 照顧者的影響都非常之大 所以我們幾年前就有一個計劃 叫風起航 希望透過不同的平台 希望可以輔助到一些中風的家庭 有興趣了解更多的 也可以到我們的網址 VRISE.HKU.HK 可以看看一些資訊 最後五分鐘左右 我們講解一下 有什麼可以預防中風 第一,健康飲食非常之重要 始終病重厚日 我們亞洲人 始終我們都吃很多鹽份 因為飲食多多少少都會加了些蠔油 生抽、老抽等等 但這些都是有機會導致高血壓 所以都要留意著要少鹽 亦都要多吃蔬菜和水果 國際的建議就是每日最少五份 何謂一份呢? 約了一個拳頭這麼大的份量 再約了一份 亞洲人來說 亦都傳統上 都不是吃很多菜和水果 所以大家這方面都要留意 地中海的食療 這個都是有機會保護 或者是有研究顯示 保護心臟和腦血管的健康 那有什麼地中海食療呢? 多菜、不同顏色的菜、橄欖油、魚等等 還有一些果仁 這些都是有保護性的 記住不是下了鹽的果仁 最好是一些清淡 或者是小鹽、小糖的果仁 這樣就避免吸煙 多了運動 心靈的健康都非常重要 因為壓力大、抑鬱症 這些都是有機會損害心臟 或者是腦血管的健康 定期做身體檢測 包括做心房漸動的篩測 隨著我們上了年紀 我們有心房漸動的機會就越來越高 所以都要看有沒有心房漸動 有心房漸動 有機會服用薄血藥 減少缺血性中風的機會 定期量血壓非常之重要 例如我們整體的目標 都希望上壓低於130 下壓低於80 尤其是年輕的人 都會忽略了下壓的重要性 很多年輕的人 上壓是正常的 但下壓可能去到90多100 其實如果標準是80以下 如果上壓下壓去到90多100 其實都已經超越了20% 所以都要留意血壓 亦都定期做些紀錄 都建議可能有些病者 可能都很乖 每天做紀錄 但都建議可能一個星期 選兩三日 可能早五晚或者早晚做些紀錄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血壓是會有波動的 上升落落的 如果每次都是同一個時間量血壓 有機會就忽略了 其實有機會其他的時間是血壓高的 所以亦都記住要帶些血壓紀錄給醫生 亦都幫助教血壓藥 亦都跟大家介紹一下Foodswitch這個平台 因為有些人說 我不知道如何吃得健康一點 大家可以下載這個APP 主要是可以透過這個平台 探索的barcode 會看到超級市場買的食物 是屬於健康情況是怎樣的 亦都如果有一個更健康的選擇 亦都會建議給你 都非常建議大家可以下載這個平台 最後亦都介紹大家可以游覽我們的中風研究組 可以上我們的網站和我們的Facebook 講到這麼多 非常多謝大家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以下時間發問 很感謝劉醫生這麼精彩和詳盡的解說 讓我們可以開竅 而且對中風更多面化的認識 當我們在這裡收集一些問題的時候 不如我們先談一會 劉醫生 到底你知不知道我曾經23年中風 都知道的 當然長信也知道 Edit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中風的康復者 但是長信就不是太清楚 其實我1997年就打氣管 那20% 後來我們做磁力共振 那20%的範圍就有6乘3乘1乘1乘5乘5乘分 那我不知是大乘小 我想不會小 那我開始的時候 就重新要學過 坐在家裡 學一下思考 學一下講話 那還要學一些認知 還要慢慢認人認老 回家 那又有失語症 我講不到話 幾年 那就是猛成成的過了幾年 但是那幾年我就很用心地 來改進我自己 那我就專心地學英文 那還讀書 那四五年後呢 我就開始恢復了那些英文 但是那些中文就做 真的不可以 很差的 很慢 那到了15年後 就是2012年 我才有一個偶然的機會 是要很大量地用中文 那從此之後呢 那我的中文就漸漸地轉到 雖然現在都是有些瑕疵 但是都算合格 那劉醫生 我想問一下你了 在這個案例上呢 因為 為什麼我恢復英文 一點都不困難 為什麼我恢復中文 這麼困難 這麼不容易呢 還有沒有改善的空間呢 還有 我不知道幾時會第二次中風 我已經 那時候 三年後 我已經預備再中風了 再夢多20年都是這樣 那我已經 沒有所謂了 我想問一下 謝謝Edit的發問 亦都不容易回答你的問題 其實 但我們都知道 其實我們的大佬 是非常神奇 或者是一個好比的器官 我們都知道 其實 當然 負責不同的機能 也都隨著醫學的研究 我們都隨著時間 都了解多了 其實呢 你剛才說到語言 其實我們以往 就算我十幾年前 醫學生來說 就是 理解 都是相當簡單的 以為其實只有一個語言區 但是 其實呢 我們隨著研究 都看到 其實呢 不是只有一個語言區 其實呢 老部有其他的細胞 都是有機會 跟這個語言 表達能力 等等 是有關係的 我們也知道 其實呢 尤其是亞洲人 或者香港人 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學多中一個語言 這樣呢 很多時候 尤其是新一代 英文 中文 廣東話 普通話 可能也會多幾個語言 這些呢 其實我們發覺 對老部的健康 是非常之好的 那 你說 中了風之後 那 為什麼 有部分的機能 有影響 有部分又沒有呢 當然又要看回 中風後 那個 的 邊疊位置有影響 當然 有部分的細胞 已經壞死了 也不能夠 可能恢復 但是呢 我們老部很神奇 也都透過這個 復康 當然 Edit都知道 你是非常之努力 以及我們 醫護人員的團隊 光州的復康 其實 腦部 是可以訓練一些 其他的老細胞 原本他不是那個機能 他都可以做到其他的效果 所以 也都我們知道 其實有些 最近的研究 都知道 如果 患者 懂得多過一個語言 其實 他們 長遠 復康的能力 或者認知的 復康能力 也都會好些 我覺得中文很難不恢復 是很久才能恢復到的 為什麼中文這麼難 因為我們香港 多數都是講中文 我想 當然 每一個病者 的情況不同 真的要看回 中風的地方是怎樣 哪一種細胞影響 還有 哪些細胞可以培訓 還有 失去了機能的細胞等等 我有一個觀眾在問這個問題 現在是否所有公立醫院 都有24小時的中風急救 容山治療 如果我家住得很遠 那會不會要救護車跨區呢 這個問題都非常之好 亦都 我自己 或者大家都可能 透過WhatsApp 或者不同的渠道都收過 尤其是幾年前 可能 墨母醫院 可能有 用山治療的服務 有些醫院就未必有 如果有這個問題 就可能 不要去某些醫院等等 但這個好消息 其實 當然 醫管局都是 希望 隨著時間 提供 越來越多 或者更好的服務 給香港市民 隨著時間 其實 好消息 就是現在 所有的急症室 其實都有這個容山治療服務 有小部分 可能就 7月1日才有 但其實我們現在都知道 其實香港有急症室服務的醫院 其實大多數都有這個容山治療的服務 7個區都有 對 所以 WhatsApp幾年前 我想都有3、4年前 那時候當然 除了醫管局 也要時間 慢慢去 將服務 推廣 或者發展 好消息 其實現在 每間都會有 好消息 真是 我的病友 好消息 有另外一個 觀眾 就問 如果我手腳 時時都感覺麻木 那些老人家說 可能是血氣不足 是否小中風 我想 剛才都說了 中風的病症 當然也是包括 手腳武力 鼻等等 很多時候中風的患者 那些的病症 都是很突然的 突然間發生的 那 如果是很慢性的發生 或者斷斷續續的 那當然 未必一定是中風的 但我覺得如果有任何疑問 都是要去看醫生 或者如果有不清楚的 如果有擔心的 都是其實 尤其是如果是很突然的 發出的 那些病症 都是第一時間去看醫生 看回 如果剛才都講解了 譚少用兵的口血 如果那些病症 是突然間發生的 突然間一邊無力 或者突然間一邊悲 不要老 想這麼多 打狗狗 去急診室 但如果那個問題是 持續了一段時間 可能很久 如果有幾個月幾年 可能急前食 未必是這麼大 可能都可以去看 本身 看一間醫生等等 看看 本身是甚麼病 剛才都說了 可能有其他問題 又不一定是各個是中風的 可能是一些頸椎的退化 壓住神經線 可能是其他 神經線的退化等等 所以都看一看醫生 是這樣的 我都有個問題 關於疫情下認識中風的 你知道現在新冠肺炎 我看新聞 就說有一個中風的病人 在菲律賓前天 一送回來 就說確診 然後很快就死了 那這些是關於新冠病毒的事 還是剛好在醫院中感染到新冠病毒 又中風又感染到 還是先有新冠病毒 還是先有新冠病毒 我想 多謝你醫生的提醒 我想其實都 我們 當然 剛才都說了 這個 新冠肺炎的病毒 其實 都有機會影響 身體不同的器官 當然我們常見的 就是 呼吸道 當然 但我們都知道 有機會影響 其他的內皮細胞 血管的內皮細胞 亦都 他們那個 血凝固的能力 都是容易有這個血栓 所以 很多時候 這些突發性的問題 有機會 當然 除了腦的問題 當然 有機會 心臟 都是有機會有影響的 亦都 我們 隨著了解多些 都明白到 其實新冠肺炎 都有機會影響 其他身體不同的器官等等 所以 我想 暫時 你說剛剛那個案例 我想 就太早了 說 到底是 是甚麼原因 我想 我就未看回最新的報道 我想 都要看回病人是怎樣的 但是 我想 都要藉著這個平台 都要繼續提大家 都要勤洗手 保持社區的距離 戴口罩 所以 都出去 儘量能 將我的地方 檢vation 凈喎 strand 我們都未見到有個病者同步有新冠肺炎 亦有引發中風 但剛才你醫生的問題 我想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我想都要進一步檢查或理解 如果怕中風早點來醫院 沒錯 記住談笑容兵 有任何擔心或見到病症 記住不要想太多 我們第一時間打狗一狗 叫狗兵 我不是最後一個 還有很多人想問 不過這個最後 他說我是一個中風患者 在新冠肺炎疫情放散後 因為防疫物資不夠 很怕染病 我就不外出 心情又害怕 情緒又低落 又憂鬱 既然怕肺炎的病毒 再次中風 到底怎樣好呢 我想都明白到 當然肺炎的疫症 對於社會都非常大的影響 很多患者有長期病患 都一直留在家 也有不少的問題 帶出來 當然如果有不舒服的 都是盡早 或者去看醫生 或者如果患者是有社工去跟進的 看看社工的方面有什麼可以幫到 附近有一些 例如有病人組織 例如福康會 或者福康基金 或者其他 我們那個新建設等等 看看有沒有其他患者 或者我們其他社會上有沒有其他服務可以幫到患者 當然政府有消息 有每個病人都會有口罩派發 希望都可以幫到患者 可以出去看醫生 但是都明白到很多人因為疫症在家 都鼓勵他透過不同的渠道 就是病人組織等等 或者本身的社工 看看在哪方面我們可以幫到 可以跟剛才說 在老科基金會 有個Facebook 你們可以一樣的打電話來 可以有個Message 在老科基金會 我知道大家都還有很多問題 你們可以在老科基金會 在Facebook專頁留下你的問題 我們會盡快找專家解答 是否還有問題 是的 剛剛收到一個問題 聽眾知道 其實譚少傭兵 英文有一個叫Face 他也說了非常好 提到除了一邊武力 講話問題 其實也有其他的病症 我們剛才也有提及過 一些突然間失去平衡 就是天傳地轉或者手腳 就是可能協調問題 失去平衡 突然間看東西有重影 或者看東西有問題 這些都是有機會導致 或者這些都是有機會 缺中風的病徵 英文有一個B-Fast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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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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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第一時間不要拿那麼多 都是去看醫生 去急診室 現在我們的節目 已經差不多到時候了 首先我們代表幕前幕後的觀眾 多謝劉醫生 謝謝你 而你用那麼多時間 跟我們分享你的幕後知識 我們根據不到 不過我們盡量會記住 各位觀眾 我們很感謝你們的參與 祝你們有個快樂 和健康的假日 多謝 拜拜 我們老科基金 都會繼續有這些網上的講座出現 大家請留意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另外如果可以支持一下 我們老科基金 可以考慮一下捐款 去匯豐人民戶口 或者用轉速化金 給我們 多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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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